拉甲帕克撒甲族除了他們的你剛說九個手足當中有四個重鎮 然後其實連阿公爸爸都是 對 都是一員 一度聯合掌控了整個國家四分之三的預算 雷蘭卡的民航公司 或是一些 淡公堡關注的那一種 像這樣子的產業也都是他們家的 可能是表哥表姐 堂哥堂弟在把持 民眾整個 這個畫面的建築物已經泳池 然後白色的拱門 那看起來是一個很高級的地方 是高級啊 畢竟是總統的家 對 總統家被群眾闖入 通通都被闖入 因為大家真的很生氣 就覺得 其實雖然考的這個暴動 大概從今年三四月就開始 然後那時候是一波一波的上街抗議 不論是和尚 醫生 工人 學生 大家都能留上街 男女老幼 真的 男女老幼 就他們的國家現在幾乎什麼都沒有了 你沒有錢買石油 沒有錢買天然氣 你沒有錢買藥物 沒有錢買食物 他就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國家 買不到汽油 你根本沒有辦法開車出門 那也沒有辦法物流 那感覺整個國家的運轉就 就停了 他們前陣子就是已經開始砍柴燒飯了 基本上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他們已經沒有外匯了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通膨 也的確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個國家就是經濟上面已經崩潰 那政治上也是因為說執政者的問題 所以政治也崩潰 那他們最新就是今天選出了一個代理總統 就是由曾經當過很多次總理 以及總統的老先生 對這位威克瑞米 行賀簡稱老威 他已經是回過又回過的狀態了 對斯里蘭卡人而言他也很不陌生 他其實也沒有那麼的獲得年輕 但他可能就是在政治政壇也是有人脈的 所以他現在是被國會選為代理 臨時總統 拉甲帕克薩家族 掌控了斯里蘭卡的半壁江山 奧跑總統是這位嘛 就是戈塔 大家簡稱叫戈塔喔 而且他這個奧跑是怎麼回事啊 可以說一下狀況嗎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就是很動亂 他家就這樣闖入 對 所以是把他趕走了嗎 沒有他就是在事情真正崩潰之前 他就連夜要出逃 然後他一開始去機場 然後在VIP室 然後想要辦理簽證 然後他要去中東的獨辦 但是就是機場的簽證官 不願意去幫他辦VIP 不爽他 對不爽他 然後所以他就只好 等左等右等要等不到 他就只好衝衝搭軍機 然後先去馬爾蒂夫 然後再去新加坡 那他的弟弟呢 就是這位財長 巴西爾跟他完全一樣 就是等不到VIP通道 所以最後也是 有總統是他 然後他弟弟是財政部長 他弟弟財政部長 然後他有一個哥哥當總理馬辛達 那這位馬辛達其實 是他們家第一個當總統的人 他有一個大哥當農業部長 叫做查瑪爾 拉賈帕克薩家族 除了他們你剛說九個手足當中 有四個重鎮 然後其實連阿公爸爸都是 對都是藝人兄弟都擔任公司 住聯合掌控整個國家四分之三的預算 真的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除了他們就是在內閣之外 瑪爾蘭卡的民航公司 或是一些 你說有半公股 半公股 對 像這樣子的產業 也都是他們家的 可能是表哥表姐 堂哥堂弟在把持 所以他們家真的是掌控 還有一些什麼當神掌之類的 所以他們家真的就是在瑪爾蘭卡 可以說真的是掌控了半壁 甚至是以上的江山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就是如此的受到選民的厭惡 因為雖然他們結束了內戰 但是他們的經濟掌控實在不太好 所以他們就等於就是一直以來 國庫通家庫 所以這回大家 不知道是不是國庫通家庫 但是經濟政策的確很大問題 因為他們那時候為了要慎選 會推出一些政策 大規模的減稅 對所以斯里蘭卡的稅修長期不足 對然後再加上他們並沒有很重視出口賺外匯這一塊 所以他們的外匯是一直都在短缺的 對那最後一步的稻草 應該說最嚴重的事情就是這位大哥 塔瑪爾他當農業部長的時候 他在2020年的時候他 突然喊話說要讓斯里蘭卡變成一個全有機國家 為什麼他是覺得斯里蘭卡 他想要拼他的外銷紅茶 可能是紅茶 對紅茶很重要 多一個噱頭是不是 對所以他要求紅茶不可以用化肥 斯里蘭卡的稻米也不能用化肥 但是呢 乍聽之下好像很冠冕瘡狂 對但是你一瞬間突然要求通通都進去用化肥 你通通變有機 那你的產量就會大減 對所以這次斯里蘭卡之所以他們的食物不足 也是因為他們自己本身糧食 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缺口